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后是谁?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,最高的统治者是皇帝,而皇帝的正妻被称为皇后。 那么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是谁吗? 可能有人会说,既然秦始皇是史上第一个皇帝,那么第一个皇后自然就是秦始皇的妻子了。 可事实并非如此,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是汉高祖刘邦的妻子李治。 那么,秦始皇为什么没有立皇后呢? 这大概跟秦始皇的个人性格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。 根据民间传言,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后宫的生活很不检点,这一点可谓是嬴政心中终生难忘的伤痛。 因此秦始皇出于对母亲的憎恨,对女人一直没有信任感。 另外,秦始皇生前一直忙于正事与修仙,时常在外寻游,阿旁宫里抢来的各国家历也是数不胜数难以抉择,因此直到去世,也没有动过立皇后的心思。 以上就是秦始皇没有立后的原因,不知各位是怎么看的呢?